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个肉贴板吗 就是永哥这边味道 OK吗 嗯 开始了 就我们刚从那个 哈喽 永哥 我刚是永哥 或者是这个 特别这样想 刚才看到好多老面子 看来 看好 小冰啊大爷啊 啊 然后四涛啊 那谁 一下想不起啊 变白犯了好多 刘龙 刘龙 变胖了好多 这不是你熟悉的 你们经理都变胖了 肉养胖了 对 火石太好了 这是那个贵族餐厅的永哥嘛 嗯 就是老板 在这边 永哥他现在有20年了吗 没有 17年 17年啊 来这边17年 老早那个中央他就拆反餐了 他们这个味道是做得很好 然后我们以前也经常这边玩 你们都算老朋友了 是吧 我们 他刚才两个小时前就说要来这里吃饭了 嗯 下午没怎么吃饭嘛 然后去杀利嘛 好 今天去杀利嘛 嗯 然后想着那边吃一下 我来想想还是 每次干夜路回来 都会回来 嗯 然后我说还是冷一点 都会在那边吃一点 香的 哦 没必要 他只要中午没吃好吧 就想晚餐一定要补回来 非要到你这儿来吃 你们是吃了吗 还没有 你都用甘菊笼 甘菊笼啊 我就帮我看一下 是不是叫我去 叫我大舅哥就叫我女儿一下 好 我刚从沙尼玛 是叫沙尼玛啊 这名字 然后我当时走之前呢 我就有问一下吴先生 他就是那一位韩国的吴先生嘛 就说 我说那你来马拉维 你计划要待多久呢 因为我想说他可能待几个月或者一年 然后他就说他们打算就是最后的这个在马拉维待他们最后的十年 就是可能他们自己希望说再工作或者再做什么再有个十年吧 因为他们之前是在中国待了十年 然后他就说在马拉维再待十年 之前有听他讲要准备在这边买个房子长期住下来 我说那你要在这边住十年的话是做什么 他说因为中国的教会在这边呢还没有 所以他计划在整个马拉维建三个 那可能他要用十年的时间来完成这件事情 说等完成之后可能中国那边会有人再过来就接手 就相当于 反正我觉得就是说虽然我们本身是没有说是信哪一个宗教这样 但是他们因为有自己的那个信仰的一个目标在 所以去去做 而且你也可以看到我们看到就那些孩子什么的 还有就当地人他没有水没有电嘛 没有任何娱乐生活 如果他们不去就是带给他们一些新鲜的东西的话 他们可能永远都没有机会看到电影这样的东西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这就好像我们如果不去拍的话 也没有人会去拍电影 你们可能都永远不知道有个叫马拉维的国家 或者有哪些人在做自己的事情 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当然我们不信教 但是我们也有自己的信仰 每个人都有吧 有些人可能埋得深一点 有些人可能已经感受到了 就你有一个自己的坚持吧 应该说或者自己想做的事情 拍电影拍得到吗 啊能拍一些 能拍得清楚吗 拍不清楚但是能拍下来 能把这个 那个预警感觉出来的 对 好难拍哦 团队亮为什么 这有什么技术吗 那是当吗怎么拍 那就要选好的镜头嘛 谢谢 谢谢 我有我有 应该有个点 你瘦了很多好像 瘦了很多吗 嗯 一直吧实在 有点瘦了 那可能是刚才开车开久的超市 跟我那年去福田的时候 有瘦吗 对对对 瘦的 我估计刚才开车 要不然体重没有变化 刚才下午一点多开过去 然后直接开过去 去满过去那半路上 去满过去的半路上 嗯 就沙里玛湾满过去那条 我知道 那个叫 开了有进去有三十多公里 你那个训练叫那个 卡特别 嗯 新加别 不是不是那个 不是今天有个韩国人在那边 那个 教会的嘛 免费饭店银 趕着小孩看 哦 然后我们就跟过去 做一个采访 然后拍一下当地的舞 然后就 刚才想着又赶回来 那就赶回来 不然也进了一个多小时 对对对 但是 现在身体不进车子 那个微江的车子 哦对 那家里能用都用 对对对 那反正过来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 都能搞定 不行来永哥这边撑的车子 哈哈 撑什么都我也有 对啊 那现在搞定 没事 进去采访一下那个经理 好 那也是老经理了吗 对啊 那也也跟我 那我还要 发肥了 对啊 我们那个时候就一直在 对对 那聊聊是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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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其实之前 之前在石区那边 有一家 中国人餐厅 那个比较偏僻 但是他们家的像那些 超级好吃 那现在不知道哪家店 还能看 到时候活着回来了 那个带我们去 喂一家 那家父爷应该也知道 好先说一下今天这个饭 今天这个 除了这个是我们自己点的嘛 因为就 上次 前天晚上 番茄吃的不过瘾 然后晚上就点了香辣蟹 其他都流浓完排 这个 这个是杂菇汤嘛 菌汤嘛 菌丸汤 不过以前的菌丸汤不在 不过很鲜 非常好喝 这个播餐 然后这个香干 像我们以前大学的时候 叫武汉嘛 他们比较多嘛 反正经常吃 这个呢 比较喜欢吃 这个播餐 好播餐 这个蟹 螃蟹这边贵吗 螃蟹这边 现在也忘了 但是买东西也都是不看价格的 反正买的就是 但是应该不贵 不贵 不过会比马拉加斯家的贵 马拉加斯家当时螃蟹是随便吃的 但是这边螃蟹跟那边品种一样 因为莫山比克过来了嘛 嗯 那莫山比克跟马拉加斯家是隔海相望 嗯 同一片海域 同一片螃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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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说一下 口味怎么样吧 嗯 略蛋 香干略蛋 嗯 这个不是有种 但还行 这个汤非常咸 青菜嫩吗 我还没尝 我还是蛮爱吃菌类的 嗯 但是有时候 现在在国内买的蘑菇 你可能做出来那个汤感觉不鲜 那他们这边这些菜都是在当地的吗 螃蟹 莫山比克过来 这些估计永哥可能都会自己做 这个香干 然后肉肯定当地 青菜什么都当地做 当地买 就自己种呢 这个自己种肯定不会 但是应该是有 这个中国人自己种 是的 有中国人在卖中国菜 这个蘑菇我就搞 哦 黑人有卖蘑菇 超市里面有卖蘑菇 就是说当地人他们本身也吃这些 嗯嗯 这两个是 超市里面就有蘑菇 黑人 就当地人他们平时吃的时候 吃不吃我不知道 嗯 他们很少 我很少看到他们就 就天天那个西马嘛 然后鸡肉或者牛肉 然后就鱼酱 西马是什么 西马就是一种玉米做的那种玉米粉 嗯 然后就是经常电视里面看到那个 捏捏捏一坨 放在手里就就把铃银铁吃 很多非洲国家会这样吃 那他们就 蔬菜不怎么吃 蔬菜也吃啊 蔬菜啊 嗯 就做成沙拉那种感觉吧 嗯 不是那个吃那个 烤鸡的时候 还有烤牛肉的时候 那旁边不是有那个青菜沙拉 嗯 就简单的沙拉 嗯 这个螃蟹的重点现在 有一点辣味 我跟你讲啊 我觉得其实中国菜的那个重点是 你怎么去搭配这一桌的菜 假如说他这样三个菜上来 然后没有这个蟹的话 我觉得我应该捏很臭 但是有了螃蟹之后觉得 哎 其他的也还不错哦 是美味的 对 搭配 所以人生是均衡 要不然那样三个菜确实是 摄影师也可以放下铺刀 天天拿着个大泡 对着呢 好了 刚才小胖子听说了 这一桌的搭配之后 脸色有点阴晴不定 我们立马给他来了一份牛肉面 你看 他现在是这个表情 没有 乱说乱说 不是 我觉得没有主食 应该点一份面尝一尝 不是 就是你对螃蟹这一类 你先麻烦 豆腐这些你是绝对不感兴趣的 汤什么的 你觉得塞牙缝 所以呢 只有面条来了 你的心情就变好了 好了 你来品鉴一下吧 叫心情变 怎么叫心情变好了 如果就刚才没有面条吃 你会不会就心里有点遗憾 我觉得不能说是 让我吃东西 还是要看我的心情好不好 我心情不好才给我吃好吃的 我觉得这不对 就时时刻都要给你吃好吃的 我觉得你应该尊重别人 自己吃东西的一个选 想吃什么就可以点什么 对不对 是啊 好 那你尝一下面条 好吧 这个人反正是偷偷在旁边吃螃蟹 看看包子这面条好吃 怎么样 你觉得 还需要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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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